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每日一支,這個刃 萬刃,千刃,左邊是一個刃,右邊是一個刃 一定要一點,不能變成一個刀 我們來看他把刃刃寫得很小 我們先看楷書,四平八文,不能太小 右邊的刃字呢,也不用一開始楷書就是 不用特別誇張到像他這種變化 那帶一點點新書,我們就是在寫他的樣子了 來看一下很輕盈的一種寫法 代筆,右邊這個刃字 他加強了這個勾,然後裡面寫得很重 點也寫得大一點,這樣子 這是帶一點點形的,新楷書 那當然這邊的連筆不太明顯 我們可以開始讓它連筆,但是因為筆劃沒有多少 這是沒有辦法做太多的變化了 我們來看這個人字旁,再過來,整個都連貫 那這邊呢,當然連筆動作就多一些,再下來 甚至呢,更連貫一點就都在繞圈圈了 注意看一下,這裡有寫中一點,整個都連貫動作 然後勾上來之後,這裡面繞圈圈,再下來 好,所以呢,大家在創作的時候記住 這一種,這一種演變過程 不單單是快速而已 這種剛硬的感覺,像這樣比較剛硬 這種圓圈圈,圓滑,連貫的感覺 這在做視覺的變化上呢,是一個很強烈的一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要小心的使用 好,那最後面再更神力,比如說這個 人字旁,可以變成一束,像我們講的 人字旁,雙人旁,三點水兩點 都是可以變成一束 所以最後呢,我們說可以變成這樣 你可以很誇張,寫得很大 然後繞圈圈可以小 很多種處理方式 或者左邊只是變成小小一點 右邊誇張重一點 但是要小心,不要連得太近 就變成網了 所以這種 盡量然後要注意,上下紋式很容易辨認 不然就多個一撇的感覺 就不會認錯字了,比如說這樣子 折一下,就不會認錯了 大家小心一下這種小變化